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任务南部的杰派湾俊廷 给大家问一问好 我们很大听陈永新的意思说 1947年发生的李李八十几 到1987年的时候 与郑南龙李正雄律师 那时候发起病患的时候 已经经过四十年了 所以说经过四十年 台湾社会有勇气来扶育 那时候要变化李李八 现在2016年底 再过几个月的2017 就三十年了 因为说李李八十几 一旧素质到现在 已经经过七十年了 专行正义 到目前就是史料未明,真相未清 因为没有家质 没有家质 像阿根廷 还是什么 那些中国还是韩国 都有去追究家质 这些质的质 很严重的议题 要说陈起庄 和李李班 陈永新一书 他今天继续跟我们分享 他说这不是和高一人的事情 这也是全台湾人的事情 这丹家庄家庄 也要还台湾社会的功德 你看看这个东西 他用什么地 他捐什么地 大家都清楚 经过高一历史 这样不断揭露 你看看 这是山丘简株 政府放林 电容的地 说这样就在关 所以看这 是不是和我们感觉 这家庄 叉叉叉叉叉叉叉 自由路 现在有一个叫南河性灵学舍 南河性灵学舍 这南河性灵学舍 这不是高一性灵学舍的 所以南河性灵 就是要求学生大 要求学生大 这是南河性 这什么两个公司 听到没什么也知道 男家庄家庄 那时候 南河性 扮演什么角色 但是 你看看 南河性灵学舍 为什么不是高一性灵学舍 所以他收的资金不是去不够学舍 如果不就高一性灵学舍 那不是这样 听说我 要你看看我们明报 上面那张照片 这就是说 这 这个 丹家庄家 这个笑产变失产 没有 听说这过期 这十一家 这笑死的记录是十一家 我为什么现在 诶 现在那个 拖地实际面积高到多了 啊消失的两者体造一堆 所以是不是说笑产变失产 所以我说 诶 这还有这个中研院的一些资料 你看看 诶 这个人去穿板 那些什么角色 对了 我刚才说南河性灵学舍 我刚才在那里问 我在那里想 在那里做一个实地访谈的讯 那还有人去说 诶 现在你去的建築物里面 说也要去幼稚园 所以隔一有一个幼稚园 我不知道 不是啦 这不是高一 这是南河的 但是说 诶 哈圣地这个透明革命 也有在这一家 诶 这到底 如果经过媒体这样报导 很多叉叉周刊 都有这样报导 就说 隔一 这个冬家 他的南河性灵 已经没出五十八%的股权了 中研院 没有港资 外资 或是中资 我们不要去管理 那是苏联的公司 我们也没办法管 但是 这是不是说 失禅 还是笑禅 我说 有为 这档树 如果真是有为 这个为是 嫁的那个为 如果真是 嫁的档树 你也说不用报导 如果真的 要做人的当处 你也要去社会台中 去社会台中 来跟台中 做一个报导 说这走这什么地 鸩树 才可以关什么地 有什么消失的 两甲地走一堆 然后 我们再继续 听我们陈永欣的书 跟我们分享 有什么故意的这事件 在鸩树 这鸩树 还会返台湾社会 这个功德 很鸩树 他们也是百姓 故意 最近要七十年 这当中 很多不法的事情 或是不同的行为 应该也要做一个最后 清算 从过去 他们所不应该 将去的这个 这个繡散 行动 要给故意 将他们不应该 享受的这个 这个质悬 把他促销 包括 赠名 的这个 工族 包括说 他的歷史 籍 这个追求 在228的當中,董喀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他和彭夢寺變成那些好的朋友 看這個彭夢寺的回憶錄 在這個裁縫過程 彭夢寺就有說到說 在228的時候,他在高雍抓人 都去問董喀串 對一個改靈,對一個改台 所以因為董喀串提供這種訊息 或是這個資料、資訊 這個彭夢寺 所以彭夢寺 跟董喀串報告說 董喀串對我們幫忙很大的 所以 董喀串才會讓董喀串 下來做高雍寺庭 甚至讓董喀在南台灣 很多的敵官 所以這部分 我覺得應該 他也要向台灣社會一個公道 我們也有執行 用這個歷史跟他回合真相 而且如果說 那個時候董喀串真的有去做這種壞事 他也要敵到歷史的心盤 他的兄弟也沒有管理 還繼續留在高雍的當事會 去監控這個學校 他們過去對這個學校 踢到不同的利益 應該也都要行走回來 這就是高雍的專行政議 要做的工作 所以 從現在開始 到明年這段 我想的是 整個台灣社會 都在推動專行政議 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那也是我們高雍以後的好友 在推動高雍的專行政議 一個很關鍵的4Q 所以在這裡 除了說 感謝我們聽眾朋友 大家共同關心 這不但是高雍的事情 也是全台灣的事情 我們要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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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